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球队技术总监吴金贵接任 算上这次救火 吴金贵已经是第四次执教申花了 此前吴金贵曾率领上海申花 走上过顶峰 在那之后他还在杭州绿城 山东鲁能担任过不同的角色 虽然申花现在联赛成绩糟糕 但是足先杯进去决赛的希望很大 此番吴金贵重新接手 再加上中场大价勤生付出 势力想要重新返回垂势 接着 停世界带您看战斗 亚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 明晚将在广州上演 第一回合0比4落败的广州恒大 将会回到主场对阵上海上岗 今天 恒大官方发布了一封倡议书 呼吁恒大球迷到现场 为球队加油助威 希望球迷们能够与球队团结一心 重置成城 破釜沉舟 稍后的节目中 我们将为您带来亚冠备战的最新报道 至于世界带您来看谁是名人 第三世界中国围棋名人战 挑战者决定战 今天结束 明玉婷九段直黑 163首中团击败李轩豪击段 这样本届名人战决赛 三分期的对阵双方 就是明玉婷 与上届名人联校 我们再来看历史突破 今天凌晨结束的 美网青少年组男单决赛 中国浙江男孩吴义炳 2比0击败了赛会的头号种子 阿根廷选手盖勒 继前一天夺得青少年组 男双冠军之后 又收获了青少年组的男单冠军 他也成为了首位夺得大满贯 青少年男单冠军的 中国大陆选手 稍后为您带来比赛的详细战宝 体育世界带着大家来看承诺 本周国际奥委会将在 贝鲁的立马正式确定 2024和2028校会的举办程式 而即将成为 2024年奥运会冬道主的巴黎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 希望与国际奥委会洛杉矶 实现三方共赢 巴黎市长伊达尔哥在会上承诺 将做到绝对透明 拒绝腐败丑闻 他提到 对奥林匹克活动和奥运大家庭而言 纯净透明是重要一题 就这一议题 巴黎 洛杉矶都有足够的自信 确保在城市发展的奥运活动之间 找到平衡 平时期还要带您看解雇 格兰人德伯尔在执教 英超球队水晶宫 77天之后正式下课 德伯尔也创下了 英超被解雇教练带队场次 最低纪录 在他执教期间 水晶宫踢了5场正式比赛 其中英超四轮连败 这也成为了他下课的导火索 不仅如此 水晶宫还是本赛季到目前为止 英超唯一一支 还没有进球的角落 我们还是先来关注 刚刚捧得2017大冠军杯冠军的 中国女排 今天中午 女排姑娘们返回了北京 执行教练安达杰 在机场对队伍的表现 进行了总结 时隔16年再度夺冠 结果让人欣喜 但同时全队也不能放松 因为他们马上还有新的任务 今早9点 中国女排从日本名古屋出发 直飞北京 大约中午12点半左右 队员们陆续走出闸口 尽管旅途奔波略显疲惫 但回家的感觉 还是让队员们很兴奋 本届大冠军杯 是中国女排时隔12年再度参赛 时隔16年再度夺冠 特别是连胜了巴西 美国 俄罗斯等主要对手 保持不败 执行教练安家节 对全队的表现做出点评 对我们预想要好 我们只是去了之后 想能够争取最好的成绩 应该说两个老将 曾春雷严谨的回归 包括狼岛的教练组的回归 我觉得都起到了 很大的稳定的作用 应该说整个过程 队员打得比较扎实 一个一个队手去研究 去琢磨去打 最后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对于新一个周期的女排来讲 不一定非是成绩 可能对大家的信心的提升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队长朱婷收获赛会最佳主攻 和最有价值球员两个奖项 他还在对韩国队的比赛中 一轮发球连得15分 让中国女排创造15比0的罕见比分 注意到你在打韩国的时候 一个球发了15分 当时怎么回事 没有 当时就是以不失误为理念 正常也是正常发的 结果创造了一个历史基础 你觉得这次在那边打比赛 咱们这支球队克服的主要困难在哪 我觉得这次的比赛 尤其是在我们中后段的时候 就是三四局这种时候 我觉得我们顶还是不错的 因为之前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在经历 包括就是不顾其中 但是从这级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不错 回到北京后 中国女排还有下一项任务 就是女排试锦赛资格赛 中国队与中国台北 哈萨克斯坦 澳大利亚和斐济 分在同一个小组 五支球队将争夺两个试锦赛参赛席位 这也是女排今年的最后一项比赛 应该说现在还没到放松的时候 我们还有个 后面还有一个比赛任务 可能也是短暂的 五六天的休整之后 还要去世界锦票赛的资格赛 因为牵扯资格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先放下这个大冠军杯 转头到这个下个比赛当中去 经历了今年世界女排大奖赛上的 波折和起伏 本次大冠军杯上的夺冠 无疑有助于队员和教练组 重拾信心 并且在大冠军杯赛上 中国女排保持全胜的战绩 也说明我们在2020东京周期的第一年 中国女排的起步 起跑 已经优于主要对手 那么接下来呢 在9月17号 全队将正式出征 哈萨克斯坦参加市锦赛的资格赛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女排姑娘时隔16年 再捧大冠军杯算是突破 在大洋彼岸的美网赛场 小将吴亦炳同样在比赛的收官日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她既夺得青少年组男双冠军之后 又收获了青少年组的男单冠军 吴亦炳 1999年10月14号出生 林子中的炳子 意思是阳光普照大地 人如其名 这个大男孩个性开朗 从不扭捏 也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心 就在6天之前 当吴亦炳结束青少年组 男单首轮比赛之后 他会对记者 弹露出自己内心的目标 那就是美网夺冠 今天凌晨的这场 青少年组男单决赛 吴亦炳面对的是赛会头号宠子 阿根廷选手盖勒 是今年温望青少年组的单打亚军 虽然两人从未在正式比赛中交过手 但是吴亦炳对这位对手并不陌生 我之前没有 之前没有跟他打过 但是来这边这一周 就是几乎每天都跟他训练 每天早上都跟他活动 所以说非常了解 互相很了解 然后训练比赛中 也没有输给过头 其实自己对信心方面还是 带着必胜的信心 吴亦炳首盘从第九局打破了僵局 破罚赛爆发 以6比4胜出 第二盘开局 吴亦炳延续好状态 只用了15分钟就以4比0领先 并最终以6比4再下一程 总比分2比0胜出 成为首位夺得大满贯青少年 男单冠军的中国大陆选手 在后第一时间 吴亦炳感谢了自己的祖国 和所有的中国观众 吴亦炳现世界排名是第500位 而下个月他就将年满18岁 按照大满贯青少年赛的规则 他也就此告别了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征程 而谈到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时 吴亦炳非常坚定和明确 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前100 但是我不会说进了前100 就觉得自己满足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要定一个 现实一点的目标 让自己有这个信念去奋斗 然后能达到 所以说再去追求下一个目标 但您再来认识浙江男孩吴亦炳 目前他在青少年组是排名世界前十 去年他第一次参加中国网球大奖赛 就战胜了三届赛会冠军 世界排名比自己高出了 700多位的江苏名将张泽 拿到了南丹冠军 今年对于吴亦炳来说 是成绩卓越的一年 年初他闯进澳网青少年组的南丹四强 温网是进入到八强 本届没网 吴亦炳成为了青少年组南双 和南丹的双冠网 他用这两个冠军告诉全世界 中国男子网球在将来有希望也有作为 当然了我们也是祝愿吴亦炳 能够早日实现他的下一个目标 那就是机身世界前100枪 吴亦炳在美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小目标 而另一个人也在向着自己的世界第一的目标迈进 他就是纳达尔 从年初的墨尔本 到年终的罗兰加洛斯 温布尔顿 直到今天的美网 本赛季的四大满贯 我们有幸见证纳达尔与费德勒交相会应 您要知道 上一次费纳包揽四大满贯 还要追溯到七年之前 第三次捧得美网奖杯的纳达尔 难言喜悦之情 因为对于他来说 这场胜利让他的重生变得更加完美 也不负打不死的美意 而他在ATP积分榜上累积的巨大优势 也让自己夺取年终世界第一的排名 变得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主持人在赛后问纳达尔 有没有感受到一山更比一山高的时候 纳达尔没有说话 只是笑了笑 事实上 没网一路走来 纳达尔一直在用行动证明这一个事实 他就是那座最高的山 面对头戴白帽的南非大炮安德森 纳达尔开场就与对手展开了激烈的破发大战 在前六局 双方战至三平之后 纳达尔终于在第七局打破僵局完全破发 守盘 纳达尔打得大胆又谨慎 非受破性失误仅有五次 而安德森这项数据是23次 第九局的这次非受破性失误 让安德森送出盘点 纳达尔紧接着毫不含糊 拿下手盘 第二盘几乎上演着与手盘相同的戏码 前五局双方都是成功爆发 第六局 纳达尔凭借出色的往前技术接连得分 并率先实现了破发 此以 纳达尔往前成功率 为惊人的百分之百 不得不承认 经历过伤命等一系列困难之后 纳达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激进完美的他 又是一个6比3 纳达尔再赢一盘 赛前有人说 纳达尔这次美网征程太过平坦 一路走来 西班牙人没有遇到一位世界排名超过20的选手 但实际上 我们能看到闯进美网正赛的 没有一位是好对付的选手 就比如我们眼前的这位凯文·安德森 同样是在31岁的年纪 同样经历过伤病困扰 这次闯进美网南单决赛 让安德森成为52年来 首个闯进美网南单决赛的南非选手 这样的选手任谁也不能小看 带着这份对对手的敬畏之心 纳达尔步步为营 本场比赛 纳达尔的一发得分率接近9成 而双位仅有一次 第三盘在首局完成后发之后 双方各自爆发 在这次得分之后 纳达尔以3比0的总比分横扫安德森 当众多人给出连波老以上能犯偶的质疑时 官方给出的数据就是最好的回应 这个美网南单冠军 是纳达尔第16个大满贯冠军头衔 职业生涯第三个美网南单冠军 纳达尔成为首个 三次在同年取得法网和美网冠军头衔的球员 第四次在同一赛季 取得多个大满贯冠军 职业生涯226场大满贯赛事胜利 第四次在同一赛季 以普通一赛季的选择 很感謝我的家庭和我的隊伍 他們在外面 所有人都能夠參加這個活動 所有組織、參加 所有人都能夠參加這個國際開展 我感覺到會像家庭 所以大家非常感謝 祝恆大那兒 我們再把事件轉向綠音賽場 廣州恆大與上海上港的亞冠 四分之一決賽的第二回合較量 將會於明天進行 在第一回合的比賽當中 恆大雖然是以0比4落敗 但是放眼明日之戰 主教練斯克拉里還是表達了翻盤的舉行 第一回合0比4輸給了上海上港 讓廣州恆大積極 亞冠四強的難度不小 但是在新聞發布會上 恆大上下仍然表示會爭取實現奇蹟 進入亞冠的半決賽 所有的球員包括教練組 都明白這場比賽的困難性 但是我相信 我們所有的恆大人 包括球員包括教練 在心理上都已經 在思想上都已經做好了打硬仗的 這樣一個準備 都有信心能夠取得晉級 明天的比賽取決於我們自己 不取決於任何人 上一場和上港的賽前 傳出恆大的更新室裡 空調出現了使用問題 在發布會的最後 斯克拉里又調侃起了天和體育中心的空調 廣州的新聞媒體發布會 廣州的新聞媒體發布會 這個房間的空調非常好 空調運行非常正常 好吧 大家想一想 兩回合的比賽 首回合以0比4落後 那麼對於任何一支球隊來說 想要實現翻盤都是非常困難的 就像在新聞發布會上 廣州恆大隊長征治所說 0比4的比分是巨大的困難 但並不是天欠 主動權還掌握在自己手裡 0比4的落敗堪稱是廣州恆大 艦隊以來最慘痛的一次失敗 不爭饅頭 爭口氣 跡象進行的中國得比 對於廣州恆大來說 意義不止勝負 在第一回合比賽中獲勝的 上海上港去年 亞冠四分之一決賽是賦予了 韓國球隊全北現代沒能晉級 今年上港隊期待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 上海上港隊的航班 在昨天的傍晚6點半抵達了廣州 除了停賽的賀冠以及富汗外 所有的球員都能夠隨隊出征 今天下午 上港隊在天和體育場的那一場 進行了賽前的踩場訓練 儘管在首回合 已經取得了4比0的大勝 但是全隊上下都認為 廣州恆大隊具有很強的實力 任何情況都可能會發生 明天的比賽必須要全力以赴 在聯賽間諧期 沒有參加國家隊比賽的隊員 都在上海進行了訓練和對戰 上週六中超聯賽 上港隊在主場3比1 戰勝天津毅力 這也讓球隊試 2015年至今 上港隊近三個賽季 在天和體育場都有進球 如果上港隊打入一個客場進球 恆大隊需要6比1取勝才能晉級 我們這一次提前到達廣州 能夠取得晉級 給大家做一個預告 明天晚上的7點半 我們體育頻道會對本場 亞國聯賽4分之1決賽進行直播 而我們的體育世界節目 也將因此推遲到晚上10點鐘播出 提醒大家到時候留意收看 這裡是正在為您直播的體育世界 稍後把時間交給小林 好 歡迎回來繼續關注 正在為您直播的體育世界 在這一節首先來看 第13屆全國學生運動會大學組的比賽 比賽今天繼續進行 在上午結束的男子100米1組的比賽當中 代表浙江大學出賽的謝正夜 以10秒22的成績輕鬆奪冠 今天的決賽 謝正夜當屬最受瞩目的選手 在不久前剛剛結束的全運會飛人大戰當中 謝正夜創造了10秒04的個人歷史最好的成績 並加免新飛人 在昨天的預賽當中 謝正夜輕鬆晉級 在半天之後馬上進行的決賽中 謝正夜從一發槍就衝到最前面 最終以10秒22的成績輕鬆奪冠 因為確實昨天那槍跑的 其實蠻不舒服的蠻累的 然後今天早上我也一直在調動自己 因為很少遇到上午決賽的 所以我一下子還有點不太適應 感覺有點睡不醒 所以一直在調動自己 今天這樣跑下來還可以吧 雖然說成績不是很理想 但是在這種競技狀態下 能跑出這樣的一成績 應該給自己能打8分吧 而雖然只是學生運動會 但是謝正夜也絲毫不敢懈怠 我覺得其實都一樣 可能學運動會的話 校園氣氛更濃郁一點 因為很多觀眾是學生 然後選手也是 選手都是學生嘛 然後全運動會的話 可能競技氣氛會更濃郁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兩屆以來的 學運動會競技水平都很高 然後所以我也是抱著 盡量去達到100%的 一個競技狀態去參賽 因為大家實力確實都很高的 在剛剛結束的 全運會跆拳道項目當中 一共進行了男女 共8個級別的比賽 老將新人悉數登場 旅遊奧運會的冠軍 趙帥與鄭舒英 又攜手站上了最高領獎台 全運結束總結比賽 尋找不足努力提高 邁向東京 全運會與奧運會一樣 跆拳道比賽共設置8個級別 參加天津全運會 跆拳道比賽的 130位選手當中 最耀眼的當然是去年 里約奧運會 與今年世錦賽 雙藥冠軍趙帥 不過全運會 他直接跳過了 里約奧運會的58公斤級 和世錦賽的63公斤級 他這次參加的是 68公斤級的比賽 22歲的趙帥說 隨著身體發育 年齡增長 級別升級屬於正常 決賽中 紅方趙帥 對陣廣東選手趙潘峰 高水平的68公斤級選手 力量更大 被這樣一腳踹倒在地 並不稀奇 從58公斤級升級到68公斤級 需要面對重重困難 首先這個困難就是說 在身體對抗能力上 以前的時候 打58的時候 我可以在控制對手 我可以給他踹出去 我的力量會比 相對的會比他們 會大一點 但是升到68以後 他們的進攻的能力 會阻擋我 他們在迎擊的時候 也會阻擋我 所以說我就會打不進去 打不進去以後 我就會被彈出來 或者是 他們打我的時候 我就得往後撤 或者往裡走 這樣對我來說 技術發揮會有限制 大賽經驗豐富的趙帥 很好地把控了場上的局勢 隨著最後這有力的一擊 趙帥以8比5 笑到了最後 奧運會金牌 試錦賽金牌 全運會金牌 一年時間全部收入囊中 接下來 趙帥把目標 瞄準了東京奧運會 趙帥呢 其實來講 因為趙帥今天發揮 已經非常超水平發揮了 因為趙帥奧運會 完了以後有很多事情 另外呢 在國際訓練場上 有兩個月要 讓他回到本隊去訓練 還有受了點傷 但我想今天趙帥奧運會 發揮會到現場中 還有一個優秀能力 應該具備的能力 方法 經驗幫助了他 通過他有效的得分 又提升了他 所以他能獲得的金牌 也是當之無愧 在女子67公斤以上級 八分之一決賽 和四分之一決賽當中 鄭舒英都輕鬆晉級 在半決賽 與北京對郭興岳的比賽當中 他遇到了衛免路上的 第一個挑戰 雙方三局戰敗 打成4比4平 加十賽中 兩個人也沒能命中 對手得分 最終 鄭舒英憑藉 電子護具感應 擊打次數多 獲勝晉級決賽 決賽中 青方選手鄭舒英 遇到了更大挑戰 來自海南的高盼 表現不俗 前兩個回合 一度讓鄭舒英 陷入1比8落後的 被動局面 很多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 大比分落後 有一個人比鄭舒英更加著急 已經是大滿貫得主的趙帥 在看台上不停地喊話 打重點 果斷一點 趙帥的鼓勵 讓鄭舒英領會在心 大賽經驗豐富的鄭舒英 抓住機會 接連得分 三局戰敗 雙方打成8比8平 進入一分鐘加十賽 加十賽中 鄭舒英 果斷出角 憑藉一擊側踢 他獲得了冠軍 我覺得加十賽 我比他贏的可能是變化吧 對 因為我倆都是推踢的 然後可能雙方都想推踢得分 但是我後來變化的是橫踢 然後比較容易上分吧應該 鄭舒英呢 應該是因為全運會嘛 各個省裡面給他壓力比較大 我想今天正能發揮也就是70%左右 但是我想因為奧運會完了以後呢 整個調整年 但是調整年當中 運內人打這個狀態 就是他很好 不錯 從奧運會到全運會 雖然趙帥與鄭舒英 已經紛紛將冠軍收入囊中 但是他們依然是20出頭的年輕小將 隨著兩屆奧運會冠軍吳敬玉退役 由他統治十餘年之久的女子四十九 公斤及新人湧現 來自江西的18歲小將 譚雪芹摘得了桂冠 以他們為代表的跆拳道新生代 未來可期 從這四天的全運會來看到 就看到我們台道的希望 八個級別 七個省份 而且除了一個老隊員以外 全部都是新隊員 也就是整個 國家隊的運輸隊 現在都在成長 能夠在全運會當中 他們總統拿到金牌 證明他們 在國際訓練的方法 時間 對他們來講是個很大的磨練 從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開始 跆拳道項目正式成為奧運大家庭中的一員 到接下來的雅典北京 再到倫敦和里約 連續五屆奧運會 中國跆拳道隊借借有金牌 其中陳忠和吳敬玉還成功未免 在接下來的東京奧運會 祝福中國跆拳道隊能夠一如既往的保持穩定 甚至帶給我們驚喜 央視記者天津報導 在全運會的比賽當中 值得盤點的除了那些專業選手們 還有隔壁的那些高手們 比如說全運會雖然過去了 其中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回味的地方 向群眾體育項目登上了全運舞臺 對於這些項目來說 其實每一個項目都有著自己的獨特魅力 這部滑板接使冠軍李子欣就去到了舉重館 那麼這兩個毫不相干的項目 將會進行什麼樣的比拼呢 走 大家好 我叫李志興 然後今年二十四 然後滑板十一年了 周莊打帽我覺得 滑板很酷 滑板不潮不 fashion 對 它有滑板人的一個風格 當你站上滑板 你那個魅力就不一樣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首先給大家介紹我們這個節目的主角之一 李志興 滑板運動員 我們先來問志興一個問題 滑板運動員他的最基礎的基礎不知道 你得給大家介紹一下 滑板一開始最基礎的應該是彈跳 因為滑板每一跳一個動作都是要包括力量 那就是說彈跳是最基礎的基礎 我們找了一個高手 他等在裡面要跟你比試比試 我們也滿懷期待 期待 走 在最近我們聽說在軍隊流行一個特別好玩的遊戲 是跳這個落脊的槓鈴鐵 所以在今天呢 我特別帶他來搶拌一下試試 舉中運動員 我們知道舉沒問題 你說跳沒聽說過 那就給他們見識看看吧 好 是吧 是吧 是就會穿你的小鞋 比試比試 對 我們眼界為實好不好 差不多 這1米的高度 舉行 你覺得這個高度怎麼樣 這個 試一下吧 來吧 來 輕鬆 太輕鬆 來 往上加 人都不用住跑 1米3 5 1米3 5的高度 1米3 5 1米3 5的高度 來吧 沒有 去 但是感覺有點 有一點力竭了 畢竟 往後仰了 站不穩了 OK OK 這個算我 算我 算 算 算 厲害 再往上走的難度越來越大 加一個想的薄 加一個薄片 誰有短褲嗎 借我一個 加油 好 漂亮 繼續吧 還有嗎 沒有 我最高 我最高就是這個 這麼高度 要不要再挑戰一下 最高之外的更高 可以 好 來 再來一片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高度 1米4 6 六回 加油 完美 好 到我第一次了 到你的極致 打了折扣 沒事 我感覺 瘋了 還差一點 芷欣 加油 加油 OK 上不去 上不去 這就是他的腳掌了 是吧 我的肌線了 應該是在這兒 讓我特別驚訝的 其實是芷欣這樣的一個個頭 他也沒有進行專業的 這樣的一個深蹲訓練 對 因為深蹲訓練 我們知道 這個話題還是要請 楊斌老師跟我們做一個介紹 平常都是舉重的運動員 去舉槓鈴 在今天 等於他們扔掉了槓鈴 舉自己 他們所做的深蹲 高翻的練習 不只是說 對於他們 即便對於其他項目的爆發力練習 都是一些必備的動作 所以他們本身的訓練 就是一個接近爆發力的一個練習 那發果欣呢 在今天其實更讓我驚訝的是 我們指定的表現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他的這個跳躍的高度 如果出於身高的話 他其實絕對不輸得描繪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滑板的練習 對於身體的協調平衡 再加上他們之間的這個爆發的 一個綜合的練習 其實是非常強的 剛才其實我們看到了 是一個在非常穩定的一個支撑下 然後體現出的一個爆發的能力 那同時我們還給大家 設計了第二個小小的挑戰 那如果把彈跳的支撑環境改變的話 我們看看會不會難度有大幅的增加 才可以看到 在這個時候這個板 首先可以三百六速度的旋轉 然後各個方向 對 都是不穩定的 其實這個對於我們雙腳 落上去的這個穩定 是特別特別有挑戰 可以啊 還是不錯的 來個組合 好 已經不錯了 對 這個要小心 要小心 下一個 下一個 這是這個設備最難的角度 輕鬆完成 非常的難 再起跳 對 漂亮 好的好的 在這個環節上 我們的難度的挑戰 我們作為保護運動員來講 我們想先停下來 這還不是最難的 其實最難的是這樣 我們從一個更高的平面 跳到一個不穩定的平面上面去 那這樣要不然指定 你幫我們表演一下 好不好 上去再反應跳一下 對 專業的訓練化是非常非常難以完成的 哇 已經非常厲害了 你要做這個挑戰嗎 哇 這個是太 這是 這是我在歷史上看到這個 是不是要完成最高的難度了 真的 好了 那到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整個的跳躍的難度挑戰 就已經結束了 實際上呢我們向大家展現了 在各種環境下不同的跳躍能力 在這樣的一個不穩定的環境下 它的跳躍的要求 就有了更多的關鍵點 比如說對於重心的平衡 然後呢在起跳過程中 均衡的發力 然後同時在落地的時候 保持自己這個平穩 那這個都是這個滑板選手 一個特有的能力 非常精彩 那麼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還會推出一個全新的系列報道 我是體育教師 今天呢我們要認識的人叫做楊薇薇 她曾經是一名藝術體操運動員 走進楊老師 我的一天是從迎接孩子們開始的 我喜歡他們的每一張臉 稚嫩 純潔 這是一種遠離世故 乾淨的美 顯然此刻有的人 還沒有擺脫困意 不過我會用我的方法 幫助他們喚醒美跟神經 由於下雨 這天做操改在室內進行 我經常會為孩子們 創編各種類型的體操 這套活力恰恰恰也是我的作品 現在已經在昆山的各小學推廣 每次做操我都會走到孩子們中間 幫助他們糾正動作 其實他們的動作 無論嫌熟還是笨笨的 我都喜歡 能夠通過這套操 讓他們精神飽滿地 投入到一天的學習中 是件有成就感的事 作為一名退役的 藝術體操運動員 技巧課和體操課 顯然是我的強項 每次聽到孩子們發出的讚嘆聲 我都會對自己選擇的職業 多了一份自豪感 在我的體育教學當中 我一直崇尚的 就是要小朋友一定要有興趣 在有興趣的基礎上 然後再去練技能 我覺得他們會更感興趣 我覺得我每天遇到學生 他們都會出現不同的狀況 讓我有一種去 每次都要迎接不同的挑戰 我喜歡我的孩子們 他們善良 勇敢 樂觀 陪伴他們克服每個困難 其實我也在見證著 他們的美麗蛻變 什麼品質 是在這節課當中最重要的 你們覺得 要堅強 要堅強 還要怎麼樣克服困難 對 還有呢 堅持 要堅持練 敢於挑戰 好的 剛剛你看看 葉同剛剛在出現摔倒 和跳不過去的時候 作為他的小夥伴 你們應該做到的是什麼 告訴老師 鼓勵他 對 要鼓勵他 要給他加油 是不是因為小朋友怕他出危險 體操課你就不上 你技巧課你就不上 你器械課你就不給他們練 每天就把他們圈在一起 這樣行不行 這樣不行 不能因為怕他們摔倒 怕他們怎麼怎麼樣 我們不讓他練 如果學生真的在這課堂當中 出現了問題 我覺得老師也要積極地去應對 來到於風實驗學校工作 已經14年了 我熱愛這個工作 也更喜歡迎接挑戰 2010年 領導把學校的拉拉操隊 交到我的手裡 於是我帶著一批又一批的孩子 從零開始一路向前 現在鏡頭裡的這些孩子們 經過努力 僅僅用了兩年的時間 就在去年的全國錦標賽中 擊敗實力強勁的隊伍 贏得冠軍 我覺得最美的體驗教授 我覺得我應該能勝任 你要把你的一種正能量 你的自信 你的活躍 你的陽光 然後不僅帶給你的學生 帶給到社會上的 就是尊贈你老師的每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最美的 昨天的是教師節 在這裡也給所有的老師們點贊 好 接下來一起走進今天的新聞24小時 昆明高原國際半程馬拉松賽 昨天明強開跑 本次比賽是國家級IP賽事 奔跑中國改革開放系列賽的第一戰 在參賽選手當中 有國家隊選手張德順 王冰露 還有奧運冠軍陳定 馬拉松名將董國劍等 此外 組委會還特別邀請了 昆明市教師組成的百人團 參與其中 最終 肯尼亞的名將吉普科奇 獲得了男子組半程冠軍 女子組冠軍 歸屬於國家隊選手張德順 德甲第三輪 柏林赫塔對陣布莱梅的較量昨晚上演 德國組協今年5月就宣布 38歲的女裁判比比安娜施太因豪斯 將執法本場比賽 德甲迎來首位女性主裁判 開場之後 兩隊球員都有些火氣 被比比安娜及時化解 第38分鐘 藍一基為柏林赫塔首開記錄 下半場14分鐘 德蘭尼門前混戰當中 轉身射門 為布莱梅打進了賽季第一球 兩隊最終一比一握手聯合 而比比安娜也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 德甲首救 英國是舉行了一場 扔黑布丁大賽 比賽當中選手是有三個黑布丁 誰將高台上放著的 約克遜布丁砸下來 誰就是冠軍 聽起來很像是 現實版的天上雕像餅 一起來欣賞這場有趣的比賽 歡迎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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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